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个问答就是 连着天津菩萨的回向祭 就来问了 普共逐众生往生安乐果 这里的逐众生是何等身份的众生 何等众生具备往生净土的资格呢 谭壤大师对这个问题很谨慎 也要依照佛的圣言量 这里就援引了《无量寿经》和《观经》的经文 来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在《无量寿经》里面 有一段这样的经文 这是出在下卷 《佛告恶难》 《十方恒河沙》 《诸佛如来》 都在自己的刹土 共同称阳赞叹阿弥陀佛的威神功德不可思议 《主有众生》 《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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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代表《主有》 《二十五有》 《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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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喜的功德 自诚心回向 愿生比极乐国都能往生 一得往生就得到阿皮八字 驻不退转 维除五逆斐方正法 只有文姓名号愿往生的都能往生 但有一类众生 就是五逆重罪又同时诽谤正法的众生 在简别之外 这个经文实际上就是对十八院的一种全息了 那用这个经文来判设 那一切外凡夫人都能往生 外凡夫 一般就讲有内凡有外凡 外就是使心还在外面求法性离体 这个不能切入到无相 不能证到你内心的那种佛性 这是外凡夫人就是还在轮回里面分段生死 就要凡夫 所以外凡夫人在小乘法 外凡成为四念处 无论总相别相 四念处这个水平 五天新官 在大乘法里面谈到姓位 还属于姓位的行人 叫外凡夫人 这个外凡夫人都能往生 我们在座的主位 我们也就属于外凡夫人了 也就是说我们也都有份 第二个原影观金 尤其是下品下神章 这个着不善业 若或有众生着不善业 这个不善业还是做得很重 五一之罪 这个地球的罪恶当中最重的 还有身口一善业的上品的十恶 以及具足不善 除了五一十恶 其他的轻微一点的不善业 也都广泛造作 那么他造作这么重的恶业 就是愚人了 愚痴之人 不信因果 内心暗明的 以这样的恶业固 就要堕到恶道里面 要经过无量节 受苦无穷 那这样的愚人 在灵命中时 这个地狱向现前 一定要下地狱的 在这个关键时刻 遇到往生善知识 就是修净土法门的善知识 来安慰他 为他宣说净土法门 教他念 南无阿弥陀佛名号 那么这个愚人 就是即将掉到地狱的 这个恶人 由这个临终的大的巨苦 所逼迫 他都集中不了心念 来念佛 这个善友就告诉他 如果你不能心念的话 那你就口称 南无阿弥陀佛 用声音来试 那这个愚人呢 在这个时候 还是他善根发落 他竟然相信了 于是以自诚心 念南无阿弥陀佛 具足念了十声 由于称念佛名固 于每一念当中 都消除八十亿节 生死重罪 在命中之时 就见到金色的莲花 就好像日伦 住在面前 心生欢喜 如一念琴 这个就往生到极乐世界 由于他造作的恶意很重 下品下身 要在莲花里面 滞留十二大节 莲花才开赋 那么十二大节里面 由此来消他的五一重罪了 从莲台出来之后 观世音菩萨大师菩萨 就来到他身边 以大悲音声 大悲音声就是这个愚人 愚痴颠倒 造作的恶意很重 引发两位菩萨的大悲心 就为他广说诸法课相 除灭罪法 先解决他的重念的问题 用十项灿法来灭他的罪灭 这个往生者闻到这样的 实相法 生起大欢喜之心 应时 就当下就发起菩提之心 这个应时 即发菩提之心 这就说明 这个下品下身的众生 不是在雌土发菩提心 是在彼土 在极乐彼土发菩提心的 这就是下品下身章 这一章表达的那种 众生的极恶之机 和阿弥陀佛自己的悲心 和微神愿力 都达到了登峰造极了 好 以这个观金来证明 这个下品往生的凡夫 只要他不诽谤正法 仅仅就以信阿弥陀佛的因缘 只要信佛念佛都能往生 这样看来往生的身份资格 就是普遍到一切众生了 乃至于五逆十恶的罪人 都能往生的 只要他有信愿成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